这样把范本放在这里面 那我们需要的是这一个 我们今天用这个Racer 剃刀 剃刀有叫刀锋 所以它有软体有硬体 那你把这个Racer的关键字 ASP.NET Racer打进去 在W3Schools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系列的在介绍 这算我个人的看法 它是 它是在 为了手机版 所以我们做一些在网站这部分 以前是做多页 那后来为了手机就做单页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那微软在这个系列上面的话 它也做了一些调整 这个算是混合式的 就是标签码跟程式码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如果做网页的话 大概两个主要的 用微软的系统的话 大概就是以它为主 那如果不是用微软的话 PHP现在也算是主力 目前还算是主力 那现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东西 那它都是比较像 微软上一代的ASP ASP.NET 2002年以前的那个网站 它就是标签跟程式混在一起 因为这样的话维护比较难一点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RAZER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 所以我们就先把命令列打开 因为可以用命令列做 可以很容易用虚拟机做 可以很容易用跨平台的 你用你的Mac电脑做的应该 语法都一样 不用特别的工具 所以我们把这个打开 颜色不对 那我就先把颜色先做一个设定 快速编辑还是做好 色彩背景是 前景是 黑 不对 前景是白的 不行 反过来 再来一次 背景我用白嘛 荧幕的文字我用黑 这样子 比较好看一点 那么进来的话 语法就在这里 语法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之前的话 是用web 就是最简单的 空白的网站 那我们现在用RAZER这个范本 那我们就可以先DOT NET 那我们也先检视一下这个范本 再来版本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版本 因为不同的版本 那我们在虚拟机这里的话 它有搭配的 就是我们在十几机上做 我们虚拟机上面 它有搭配的 我们现在是用2.1版 那2.X版的话都还算 还算好 那有些用1.X版的话 做起来就比较麻烦一点 2.1版 那现在目前是2.2.300 版本差一点点 那版本有差 它的版本一点点 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看一下 所以DOTNET NIL 那我们之前是用WAM 现在用RAZER R-A-Z-O-R RAZER这个范本 一样 Output -O Output到WK17 第17周 你确定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做一个范本出来 那这个范本做出来的话 网站就架起来了 所以我们切换目录到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这个网站 所以这个开起来之后呢 那我只要CD到WK17 然后我们一样DOTNETROP 这语法是这样子 所以跟我们那个web是类似的 那这样的话我网站应该就可以开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切换目录 切换目录 CD到我的第17周的这个目录 那切换进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执行这个伺服器程式 DOTNETROP ROP 这是程式 那边有做设定嘛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档案总管 等一下我们用档案总管 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档案的架构 那做起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走HTPS跟HTTP 5000Port跟5001Port 所以我就可以 这个网站 就是伺服器程式已经跑起来了 那我就可以开一个浏览器来看 这个网页的内容 所以我把它拉下来 先缩小一点 把环境先做好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看我的网站 因为它是范本的 那我们之前的话 Web是Hello World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就可以Local Host 那我如果是走HTTP的话 那就是5000 HTPS就是500001 所以进去的话 它这个设定的话 就是它强制把你导向到500001 这里来 那到500001这里来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做AR VR的东西的话 就更简单一点 所以我到进阶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License 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现成的范本 在这个地方 网站就架好了 那这网站 旧一点 它其实算新了 但是跟这个系统比较小 还旧一点 所以我们用2.X版的话 那这个 它不是长这个样子 有点点差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 它这个模组是类似的 所以这个模组的话 就是 当我们如果用手机版的时候 螢幕比较小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下拉式悬袋 下拉式悬袋 所以一页 在这边 一页 两页 三页 三页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这个模组 因为我手上的是2.2版 2.2版的话 只有两页 所以我有讲第三页 但是我们这边是2.1版 三页 我们做第四页 所以等一下我们做第四页 所以这是首页 首页进来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看第二页的话 就是About 就关于我 以前就是这样说 对 关于我的这一页 那我另外的话 我有第三页 Contact 那这一个页 每一页都是属于 我们在讲 网站的程式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程式 一个叫伺服器程式 伺服器开始 另外一个叫后台程式 一个叫前台程式 那我们做比较多的是前端程式 就是在页面 网页页面这一部分的设计 那这三页都是后台程式 都是后台程式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框架 这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做第四页 把我们之前的东西 全部都放到第四页里 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这样 所以首页这里可以看到 首页它东西做的比较多 现在很流行 所以现在网站一开起来 大概都会有这个 这个投影片 Slide 它会自动去播 所以播一页 播两页 播三页 那个图片在上面 现成的范本 那你要做很容易的去替换 如果你想做的话 那这里面写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网站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网站的程式 它的框架架构 因为这个范本做起来的 对 架起来就还不错 样子也很好看 那手机电脑也都适合去做 那就是 这里面用到一些适应型的设定 那因为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就直接用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所以刚刚我们是在User下面 去建了一个Utipay下面 Utipay是我们的使用者 使用者们里面的Utipay 就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建了一个 17周的这个 网站的folder 所以这网站的话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搭配我们的 刚刚做的这几个指令 是类似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 档案总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语法 我们只是加了一个 用不一样的template 我们之前是用web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空白的网站 只有Hello World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racer 用剃刀 或用刀锋 这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做起来的话 我们就看到 刚刚有三页 它已经现成做三页 那这个基本的框架 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还有印象 你就会记得 如果你没有印象 那就再记一下 我们的程式 伺服器程式 伺服器程式的话 我们就是从这个 第一个程式 program.cs打开 所以如果我们要写 固定IP的时候 Arno就把program.cs里面 把固定IP写在这里面 如果我想要用静态的网站 然后我要让它 不要挡我的obj 不要挡我的mtl的时候 那我就要在startup 这个类别里面去把 那个设定把它设好 告诉它 拿进这种档案 不要挡 让它过 放在这个地方 它基本的框架还是一样 但是它是 它是 它有后台程式 我们在写的时候 没有后台程式 所以后台程式 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pages 那pages 这里面 你点进来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刚刚 我们一样 我们把这个捞出来看 这个捞出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我想要看 我想要看它的选单 在上面的话 我就把它拉宽一点 大于1024的时候 选单就会在上面出现 那这个是用程式写的 但是 程式库 我们不用写 我们用它在版本 它就帮我们做好 那实际上这里 有程式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选单在这里 萤幕如果小于1024的时候 它就在右上角去一个下拉式选单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页 两页三页 那我在这个pages 这个下面的话 我就会看到一页 两页三页了 所以这个index就是我的首页 home 对应的就是index 所以有一个index 那我们这边延伸挡名 因为它有些把它挡起来了 所以我们干脆我们就重新做一个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看一下 可以检视吗 好 这个配置 所以在这个资料夹搜寻选项这里 我去把延伸挡名打开来 把这个延伸挡名打开来 那我们比较容易看 所以把这个 副挡名不要隐藏 副挡名不要隐藏 照用 确定 那这样我副挡名就没有隐藏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index 那这个版本 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我们用旧版一点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啰嗦了 它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就是程式码跟标签码是混在一起的 那实际上它混在一起 有些Racer就混在一起 但是 为了方便去看 它还是把它做了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类别index 这一页 一个网页 一个网页就是一个类别 这一页的话 它有cshtml 那这个就是Racer的format 格式 所以在这个html里面 它可以跟Cshop的程式混合 那等一下我们去看它的内容 那另外呢 Cshop的程式它用微软一样的概念 因为微软在ASB搭内 从ASB搭面的时候 它就已经把标签跟程式码 标签码跟程式码做分开 你可以混在一起 但是分开 分开在维护管理的时候 在后续发展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些 它各有它的优缺 所以它又把它分开 所以这边还是有 存程式码 但是程式在这里也可以写 就跟我们写前端程式 有点类似它 但是第一页叫Index 那第二页呢 刚刚 我们看到第二页叫About A B O U T 那这边有A B O U T 所以也是另外一个class 另外一个类别 它也是两个档案 标签档跟取消程式 另外这个contact 联络人 那我们这里有contact 那错误 有错误的时候 它有错误有错误一页 那这个就是它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要再加第四页的话 好 那我就在这边加 我就把这个 我就把这个contact 把它复制贴上 把它改成Pack4就可以了 逻辑上这样 这个程式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那个首页 它的同导 所以我们在这个 应该在share这个地方 share这个地方 share这个地方有个layout layout的外观 所以你的外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把这个layout 打开来看一下 开启 那当然开的话 我不要用工具 工具开比较慢 它有它的优点 那我们今天先不要用工具 先用技术本 比较快一点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那我就把这个字体 放大一点来看 好 那我把这个字体 放大一点来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要看的东西在哪里 我要看的东西 应该是在选单这里 因为我们想要做第四页 所以这边也有这一个index 就是对应的 外面看到的是home 里面的档名叫index 外面看到的是about 是about 它这边也是about 那有contact 它contact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第四页 我就在这边 复制贴上 来 所以我就在这边复制贴上 在这里复制贴上 贴上 我的第四页 叫page4 那我希望它看到 那我就写第四页 网页的第四页 放大一点 看 那我这个就 逻辑上应该可以了 那utf8 我存档的时候 没有存好的话 它可能存不到utf8 所以存档 我就要确定它是utf8的格式 不然中文会怪怪的 所以我存进来的时候 我告诉它所有档案 档案类型是utf8的存档 取代 那这样子的话 我应该会看到 第四页在这里 那第四页会找不到 所以我就需要把这个page4 不要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就退到pages 把这一个 刚刚讲的 我用contact来做 把这两个档案 复制一下 贴上 那就叫第四页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 重新命名 叫page4 那一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跟上面不一样 因为这个shut 因为它这个延伸档名 就是这个 这个程式码的延伸档名 它有加cshtml 不是raiser的这个 延伸档名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 再修改一下 重新命名 pshtml 确定 啊 对不起 这个 还少一个 那个 那个 full stop 我忘了打 所以cshtml 点 应该长得一样 所以我应该会有一个cshtml 标签档 有一个 存的cshop程式 那这一个 目前只是把档名给来 内容呢 这应该就是我的contact 联络人这一块 所以我先看这个标签 码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这边记事本开起来 自己放大一点 那这是联络人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小老鼠page 小老鼠model model呢 当然我变成不是contact 我是page4 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 改成page4 那这个标题呢 当然就是 也是一样 我的标题就要 因为这里面对应的就是 小老鼠里面对应的就是cshop的程式 没有小老鼠的 就是html 所以我就把这个 改成我的page4 那这里面的话 view标题 看你的message address 所以是因为联络人放address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 所以address的这一个标签 因为html里面有那个 专门为地址的这个 写地址的这个标签 的标签 那我就把它放掉 然后我就放我的 我们就放一个h2的 那我一定要放我的 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放上去吧 我们等一下就会把就是 web VR AR这部分 全部都放在里面来 h2把它放进去 那我的第四页的标签 就长这个样子 内容是等一下再放 等一下我们会放在下面 那我就放这样子 那第四页就这样子改 存档存起来 存的时候也应该是要存成utf8 因为我在别的教室做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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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ycode的 所以就会有乱码 所以用utf8做那些问题 存档确认称号 多一道确认 那这个做好的话 那当然因为它 一个网页或是一个类别呢 它是有两个档案 所以另外一个档案呢 是这个 取消 所以我也一样 用记事本把它打开 开启 我用我的记事本看 那开起来之后呢 那我们做类似的处理 也就是把这一个 这个content model 这个model 这个一样 是page4 这两个名称要一样 这两个名称要一样 也就是我们的程式的话 类别 这有部分类别 有部分类别是用标签来 标记来做的 所以page4 放进去 page4的model 那继承page model get 那这里呢就是messange messange messange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说 your page4的page 那一样这个存档存起来 因为这个没有中文 所以我就不特别去做 我就直接存档就好 那这样子看起来 应该我第四页就出来了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试试看 应该可以 所以我要去试这个第四页的话 那我就可以 可不可以重新载入一次 重新载入一次 喔 有第四页出来了 那为什么可以重新载入 不用重新去执行呢 因为这个是后台层 那还是层次的 就跟 网页层次 因为没有编译 所以他执行的时候 他就去编译 所以我就会有第四页 所以我点开第四页 应该会看到我这个 对吧 所以我点开第四页 他有一个路由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由在哪里 看看在哪里 看看在哪里 看看还是在page这里面 viewport 在share这里 layout 因为不同版本放的地方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对吧 aboutindex 第四页出不来了 我找一下 在这里 index index 首页 应该不会在哪里 layout share layout 放进来的cooki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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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ayout在这里,刚刚已经看过了 没有嘛,因为这里我已经加进去了 所以这个没有通道Cookie,就是Lalidate 没啦 有一个东西不见了 有一个不见了 有一个不见了 有一个城市不见了 现在跟到了吗,到这里 第四页给你出来 应该不会在这里 Faceform model could not be found or your missing use directory or assembly reference 那我们重新再run一次看看 所以我把它关掉 重新再run一次 有 嗯 嗯 真的吗 那只有我的没出来 蛤 真的吗,为什么 他 他 2.2版还有一个设定 但是我在2.1版这里没有看到 我再看一下 Local host 5001 谁进去 那我可以看到我的第四页 所以我到第四页可以 第四页可以 重新run一次可以 嗯 所以我现在可以 刚刚不行 现在可以 重新执行一次 我的伺服器成是可以 那你需要加进去 那 还有一个可能是 你检查一下你的 那个 Darnet code的版本 因为版本会有 因为版本 版本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 刚刚讲我 我试的那个2.2版 跟这个 版本上有一点点差别 有 所以 如果你还是 重新执行还是不行的话 你就确认一下 有版本 2.1 确定你是2.1版 2.1乘 2.1.X 2.1.X 可以啊 有 所以是第四页 因为我们 这一个 这一版是 因为现在新的 它就只有 只有privacy 它只有 只有两页 只有首页跟第二页 看来应该是可以 不用重新run 所以回云端架势的话 我可以把第16周的 下载下来 我们第16周的话 我们东西都放在 warroot下面 下载下来 那边下载的话 我们边 等它确定开始下载的话 我就来这边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网页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都在pages 这里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 warroot 里面是空 几乎是空白的 我们到时候 把我们warroot的东西 放进来就好 那我们需要检查的 应该是在这一个 这个 startup.cs 这里 可不可以去 有没有用 app.use static files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startup 这个档案 用记事本开起来 稍微读一下 在这里 app.use static files 所以表示warroot 这个里面还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就把warroot的东西 从来都丢进去 来试试看 大家可不可以用 所以我这样16周的东西 我解压 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amz 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 我就把warroot下面 static files 整个folder 整个目录的东西 我就把它贴到 贴到我现在17周里面来 所以 所有 app.com的东西都一样 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就放回我的 第17周的warroot 那这里有样式 有图片 都有用目录了 有javascript前端程式的 这个程式库方 有它library 有一个这个icon在这里 那我就不管它 我就把它贴上 那全部贴上的话 那我们从第10周 一直到第16周 应该都有 那可不可以看呢 应该可以嘛 所以我可以来看一下 上礼拜的最后1603 所以我就可以回到 这个地方 去把我的page4 改成我的wke1603.html 603.html 古法连照 网站关掉了 啊 网站关掉了 对不起 网站怎么关掉 我关了吗 对我关了 再进来吧 应该有嘛 要用我的摄影机 因为我有装摄影机 所以可以 我们就看前面一点 看这个 110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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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的地方 就我們看第四頁 沒有看到第四頁 重新載入 遠到我小孩 沒有第四頁 因為第四頁的話有幾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我要把第四頁的檔案 兩個檔案先起來 然後我要在我的Layout的地方 選擇的地方把歷史也加進去 這三個事情做了 我們看Layout在哪裏 Layout在17層上一層 來Pages 來Share Share Layout 重點 往下 往下 往上 往下 在這裡 直接加 這第一頁 後 第二頁 About 第三頁Contact 我把第三頁複製 整頁複製 接上加入 第四頁 我們把這頁複製 接下 下一頁複製 加一頁複製 這頁複製 所以我們有3個頁複製 大型複製 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寫 第四頁 檢查一下 第四頁 檢查一下 第四頁 你看 我們首頁嘛 它是Index 但是我外面顯示的時候 顯示紅 所以一樣 我要顯示的話 我可以顯示 第四頁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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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到 重新再 重新再 第四頁 在 第四頁 來 點 第四頁 才 我们要上线过去 变成 3 1 那配取fork 就是配取fork 那我们再配取fork 这个地方 可以 系列室 可以到资料 可以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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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取fork 系列室 可以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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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可以上馀 哈哈哈 ische 你刚刚跟我讲 没有没有这个 你明显有 可以看到 - 有要看到嗎? - 看到了,但是算這裡沒有,不管了 - 因為這個業務的這個有 - 因為大小寫的,如果你要小寫,就全部都要小寫 - 那我們要大小寫,大小寫,我們要大小寫,我們要大小寫 - 那我們可以用,可以寫大寫 - 那我們可以全部寫大寫,然後要改寫的 - 那我們再回來查一下 - 開了好幾次 - 開了好幾次,我們再存一次 - 稍微就在這裡,向上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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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她的陽性 - 向上見 - 掃 сам見 - 手頁 - 溫滿 那我們就把第四頁全部連進來了 把這些檔案全部放到第四頁裡面要怎麼做 我們先做一個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我們有從第十週看 第十週就有 所以1001就有了 所以我把101放在我第四頁裡面 那我就把第四頁的標籤碼拿出來 所以我在這邊一樣用一個heading 所以我這個第十週的作業在這裡 斜線H3 那我要做一個超連結的話 第十週的第一題 所以A A就是超連結的語法 HREF 等於 WK 1001.html 雙引號 大於 WK 1001.html 檔名就是這個 寫線A 然後BR 存檔存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回去 我的 我來這裡 我的首頁 我的第四頁打開來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一個超連結在這裡 對 點起來的話我應該就會把 第十週的第一題打開來 我可以把每一個超連結都給放進來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每一個超連結放進來的話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每一個超連結放進來的話 就是黑色的 自行用 那我就可以到我的 第十七週下面的 WaWaWaRoot下面 EIR看一下 看什么东西呢,看我的WK笔面 所有HTML的,我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把这些档案全部都放进来了 所以我把这些档案全部放进来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所以我在内容这里,就把这一个选项勾起来 那我就可以把它复制进来 放到我的一个记事本里面 因为很多,我可以用试算表写一个公司去把这个标签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把它放进来 语法是这样子 我想每一个党名都有,我应该写一支程式来做 当然我们可以写一支程式去读啊 那我也可以不用写程式,我就试算表就好了 对吧,用试算表来做做看 所以我先把这个先整理好,试算表就放到一栏里 所以我把第一题Enter一下,第二题 第二,第三,第四,第十周的 十一周的 十一周只有1,十一周 十四,十二周 十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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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从这里看出来,为什么十二周做这么少 十三周 没有食物 目前的话我们目录是这样 那我就看一下 带钱吗 100元可以带钱 我们来做一次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我在开一个命令列模式 所以我们开一个命令列模式 开起来之后 那我就切换到我的war root cd到我的wk17 下面的warwar root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很多 我不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dir 我只要看我的wkx.html x就是万用字 那这样的话 只有我要看的 但是它太多东西了 所以我需要加一个参数 是不是叫slashw 那就是什么时间啊 什么东西都不要 只有看到这个 那我把这一个 复制起来 贴进来 重新整理一下 比较快 那这样做好的话 我们这样做好 那我就用试算表 我们看一下office有没有装 是不是有装 就用这个 不是啊 有没有照一下 EX有 Excel 2016 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呢 我就把A拉宽一点 B拉宽一点 所以我需要就是把这一个 刚刚这个 里面所有的档 这样一连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 这样一选起来的话 你就知道这里 这个有怪东西在这里 看不见 控制嘛 那那个 我们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问题 要把它杀掉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杀个 所以我要现在杀的话 也可以 如果要现在杀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移到这里来 我知道后面有怪东西 按shift end 可以选到 看不到的 Ctrl C 就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的话 那我就取代掉 取代 所以我把这个 Ctrl V 这里面所有的 控制资源都在这里面 取代成空白的 全部取代 那这样的话 在选的时候 就干干净净的 就不会有 怪东西在这里 那个有资源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档 就找不到 再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 你到那边再去 去删也可以 就把它复制一下 就贴进来 贴在我的四酸表里面 那我就要把这个公式 放进去 那刚刚我们已经写了 可以缩小一点 所以我语法长这个样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写 所以等于 所有一样东西就用双引号引起来 里面是放字串 所以要放小于A 控一个HREF 等于要双引号 双引号又字串 所以我这边用单引号 因为在HDML里面 单引号跟双引号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用单引号 单引号完毕 我就要给这个档名了 所以双引号 字串结束了 加上加的话是用M的这个符号 是表示字串相加 在Excel里面 对 字串相加 加什么东西呢 加我的A1 放进去 然后再加上 所以HDML加完之后 要加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的话就用单引号 所以控一个 运算符号前后要控格 没有控格不行 至少控一个 多控没关系 不可以散 双引号完毕的话 我有一个单引号结束 然后小于 看 这小于 然后我又要再来一次我的档名 所以我又来一个双引号 再来AND我的A1 档名放进去 AND我后面的 所以档名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的小于 小于 slash A 小于 B R slash 双引号 那A1是表示超连级结的标签 Anchor 那B R讲的是BREAK 换一行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换一行 换一行 那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公式就可以贴上了 那我把这个做好这些东西就直接放在我第四页里面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贴回了第四页 因为我这个有做过了 所以我就不要重复 所以放下来就可以 所以第十周有三题 那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十一周 第十周有四题 十一周 放进去 十一 然后十二周 十三周 十四十五是做虚拟机吗 十六周 那这样我就可以存档了 存档存起来 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我的首页来 重新载入一次 那我各周的作业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想看哪一周的作业 点进去 应该就会看得到 那我们要住的第五页 我还增加一页的话 好那我就回到我的 回到我的城市来 那它是属于后台城市在这里 静态档案在这里 后台城市在这里 pages 所以我要做第五页的话 我可以用第三页 因为第三页就是我们的content 我把第三页复制一下 贴上 贴上之后它就会加这个复制的名称 我就整个这两个档案一起改名就好 所以我把它重新命名 改成我的 因为我做第五页 pages page 5 page 5改过之后 因为它这个延伸档名 我有把它打开 所以你会看到它有点乖乖 因为它的cs 它的cs的话是两个点 所以这边在改的时候它就不会做 所以我就需要把这个cs这个 要再加一个 不然它会错 cs ht m l 然后再一个full store 最后一个句点 然后点cs 给我的第五页 先把这个照它的范本把它复制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每一页的话它就会有两个档案 所以第一页的档案是标签档 我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里面的内容做一些调整 改成我们想要的内容 所以我就把这里面第五页的内容把它修改 那我们看到这个model context 因为我只有第三页是联络人contact 所以我就把这个要改成page5 view data 这里面是程式码 程式码是把那个标题 这个其实是网页的标题 反正我们看到属于这个联络人的 我就把它改成第五页 那这个view data这个title就放进来它是h2 那h3的话有这一个model的message 然后这个address就是我们原来联络人的 我就把它删掉 那我这里面剩下的话我页面的 我还想要放什么东西 所以我刚刚放的话就是放我的 我的heading h的话是标题出几字 所以标题1是最大的字 标题7应该最小的字 3的话是1 2 3 第三集的标题 所以我把我的名字放进去之后 我的web vr vr 的范例 斜线 h3 这个页面写好了 那当然我们要放这个 我要检查一下 所以我把page 5 第五页改了之后 我再回来这里 第五页另外一个档案在这里 这应该要存档 刚忘了存 存档 然后回到page这里来发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比较简单 但是还是一样 这个contact model 其实它对应的是这个 这两个名称如果是一致的话 是可以 大小写有差别 所以这个page 5 model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这个类别 这个class 写程式就写类别 所以要把它叫p a g g v 都尽量大小写是一致的 档案名称 因为微软的档案名称 大小写没有关系 但是你都尽量一致 这样的话 跨平台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page 5 model 是要跟这个model是两个搭配的 它这里继承 这一个 那这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 on get message 这个message 这个message 那还有一个是layout 那如果你用2点插板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所以我要在layout这个地方 把这个单选进去 在share这个地方 开起来 在这里 所以我第三页 联络人在这里呢 那我就把这个 联络人这一页呢 我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放在后面的第五页 语法是一样的 这个ul li list 它有做设定 就是用样式去做设定 所以它有做一些设定 我们不用特别去抵它 用一样的来去做 你要想要更清楚 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你就再去读 再深入去读它 不然我就套它的范本来做 所以page 5 放进去 那我这边的话 就把我的第五页放进去 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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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逻辑上 这个是属于后台程式 属于后台程式的话 那我的四五期程式 应该不要变动 所以这个时候 我在去看的时候 我应该就会看到 这改完 这改完的话 我就要去检查一下 所以我重新载入一次 我就会看到我的第五页 去点第五页的话 因为会开起来 但是不行 不行 不行就重新关闭 所以我要把这个 这个 网站关起来 重新再执行一次 那重新再执行一次的话 那我再重新载入一次 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第五页空白页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把我所有的 那个 上一周的 网页的内容呢 全部都丢到我的 汪汪汪root里面去 所以我就下载下来 解压缩 下载下来 解压缩 把我们所有 我们之前在做的网站内容 都在这里面 所以把它全选 全选起来 复制 然后贴到我的 第17周的 挖挖入的下面 所以我在这里 第17周的 挖挖入的下面 放在这里 所以本来有 样式 image js library 所以我就把这个 贴上来 那你要取代复制 因为我已经贴过了 所以我可以略过 这个全部 那这样的话 我就贴完了 贴完的话 在这里的话 我需要把这个 档名 放我的超连结 如果我把我的档名 放超连结的话 我就可以用我的命令列模式 我开个命令列模式 进来 到我这个 挖挖root这里 cd wk17 cd 挖挖挖root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 wk 星号 点 html 所以我所有的 要 放到我这个超连结 这里面的档名 那我要放到这里面的 档名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 dir w 斜线w的话 就是做 我就不要取它的东西 只要它的档名 wk 星号 点 html 那我就看到 我所有的档案在这个地方 即便我再多也可以 所以我把这一个 复制起来 放在我的一个记事本里面 因为我想要用试算表去做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 把它 先对成一个colour 一个欄 全部都放在同一欄里面 等下用公式去 做那个 对等 所以这个顺序在这个地方 那像这些的话 它是可以用程式来做 但是麻烦 你简单的话 你就直接 半自动的来做就好了 所以第10周 第11周 第12周 第13周 第16周 4045 没有 那我就把这一个 那 在复制之前 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看到了 所以刚刚做的好 我在这边改 那等一下 我们在试算表里面 也是一样可以做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试算表开起来 那我在试算表里面做好 开一个工作表在这里 把我这个A拉开 如果后发现的话 那你就在这边做好 所以我这里有 有控制码 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下 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 它有控制码在这里 没关系 那我就放我的公式 在这个地方 把我的公式放进去 那我们的公式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参考一下 因为第4页我们刚做 所以我把第4页 甚至做超连结的 你看 那我们要把这个字 放 放大一点 它怎么收得起来 那我想要把这个公式放上去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用的方法就是字串 再加上前面的党名 这里要一个党名 这里要一个党名 所以语法在这里 不是党名 不是参数的 都是固定的 A 小于A 小于A HREF 等于 单引号 双引号就字串结束 因为后面要接参数了 双引号 接参数的地方的话 就是用空一个AND 这个符号 AND是相加 字串相加 加上我这个A1 A1颜色应该会不一样 所以党名放进来之后 后面又有一个单引号 所以再去AND 双引号字串放进去 有一个单引号 接在后面 然后 大于 接下来又是有一个参数 所以双引号进来 又来AND A1 AND 所以党名完毕之后 小于 字串里面放小于 斜线A1 斜线A 然后后面要换行 BREAK 我先写好了 所以 小于 BR 斜线 大于 双引号结束 ENTER 那我们这样应该可以看到 所以 我的公式在这个地方 我出来的结果在这里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出来的结果 那它应该跟这个一样 邏辑上是一样 但实际上不一样 这个放进去就会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看这里 它有控制码在里面 所以我要把这个控制码都杀掉 那没关系 我先把它复制完再来杀 因为它都是长一样的 刚刚我们杀过一次 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复制 那我把这个所有东西选上 要贴上的东西 把公式贴进来 Ctrl V 那这样每一个都放进来了 所以我把这个栏位选起来 这个栏位选起来 我就可以去取代这个 所以要取代之前的话 我可以到这里面 我到编辑的地方 我到编辑的地方去找一下 我要把这个东西 Shift End 那这个就写下 所以这有三个控制 Ctrl C 然后用放大镜 放大镜就是取代 所以用取代 目标的话就是Ctrl V 我把它刚刚那个复制进来 有控制支援的 取代成空白的 全部取代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那个空白的那个不见 那这样就可以 如果空白的在的话 在这边超连结的 它就找不到那个档 关闭起来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把这个 一直连到 选到最下面 复制Ctrl C 贴上我的第五页 那当然在第五页的话 因为它没有分段 所以媒体媒体放进来 我就把它做一个分段 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 H3的B4周 斜线H3 这第十周 第十周完毕 第十一周 第十一周完毕 第十二周 十三周 十六周 那我就可以去看我的第五页 所以第四页 第五页 应该长得一样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那我超连结的话 我应该就可以看到 最后继续 最后继续 那你们要找一下自己的IP 所以我的IP的话 我已经写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 复制一下 不要复制 我们自己做好了 为什么自己做 因为我们的IP有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回到这个地方 把我的程式 因为现在要改伺服器程式 所以我就把它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呢 我就回到我的 回到我的第十七周 把这个program.cs 这个 用我的记事本开起来 自行我把它放大一点 十七周的 大概可以十七的 这个名称才可以 那我需要的话 就是我要把我的IP 要放在这里 对 所以我就可以一样 回 找一个minity支援 把我的IP config 检查一下我的IP 到底是多少 我的IP是10.6.55.36 复制一下放进来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 点 use urls 小瓜糊 双引号 http 把我的IP贴上 后面5000是走http 然后双引号 然后双引号 逗号 再走一个 https 贴上我的 网址 走501 斜线 双引号 刮糊 后面没有分号 存档 那这样的话 我就会固定IP了 但是我还需要 手机要连的话 120 1201的话 需要放model obj 对 要放obj的话 那我就一样 我要回到我的17周来 去把我的startup 点开来 那我们要管的应该就是 那个 StaticFile 对 当我使用静态档案的时候 在这里 StaticFile 对 那我就把我上一周的 这个 开起来 在这个 app 把这个字一样放大一点 因为原来是app.useStaticFile 但是我现在需要 把这个obj mtl patt 都要放进去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bar开始 一直到我的app 一直到这个分号结束 app.useStaticFile 里面做一些设定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回我的17周的start 那一样我把这个原来的 简单的使用静态档案 改成这一部分 没有对齐 我就把它对齐 所以把原来的app.useStaticFile 这个method 这个 把它 mark起来 两个slash 把它mark起来 然后重新做一个provider 去把这一个 obj mtl tatt 的延伸档名 都可以让它通过 然后在这里面 就一样 升档升下 那我就可以 重新再来run一次 重新再run一次 重新再run一次 那重新再run一次的话 它应该就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有那个使用命名空间 所以我就要回到我的 不会 回到我的这个 还记得吗 用 IO 所以要把这三个 namespace命名空间 复制一下 放回我17周的 这个上面 因为我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 我就知道它是额外要用的 所以我放在namespace下面 对齐在这边 所以有三个 因为有pass要用IO 那有这个 static files 有这个file provider 它在这个命名空间下面 所以把file set下 分档 向上键 再跑一次 还是不行 还少一个 file extension provider file extension file extension 等一下 它说什么东西呢 不是有了吗 不是有了吗 找不到这个嘛 所以在startup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个 呃 字台大 拉不开 字缩小一点 字型缩小一点 file extension file extension content provider 它说这个地方 56 25 56 减4 状态列 放在56 他说这个嘛 他说这个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用2.1版 要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就google去估一下 google去估一下 这个到底在哪一个 命名空间里面 这个类点 这个class gshop放进去 那点开来看一下 那不同版本可能会不太一样 他这个是在microsoft 这个没有错啊 所以我把这个命名空间 这个命名空间 应该有加 为什么没有加 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下 再放回来 所以在这里 没有耶 真的没有耶 所以为什么没有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staticfiles 刚刚讲的那个错误 我们找了这个类别 所以这个错误的话 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他说他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这个名称 找不到这个class 那这个class呢 是在staticfile 在这个下面 因为google去估一下 就估到了 file extension content type provider 这个class呢 是在这个lenspace下面 那这个lenspace没有放 那我就把它放上去 檔案储存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来 再run一次 那为什么刚刚 还是不行耶 因为我们是2.100 他说没有 我已经把这个存档了 这个存档存起来 我确认一下 存对位置 所以存档存起来 我有用这个 然后在这边 再去重新再run一次 那我怕错的话 我就重新再 把它type出来 start.cs 这个没有 他还是这个错 没有错 他的错误还是这个 56.25 找不到这个file extension 看看是否遗漏了这个组线 那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第12周这里 所以在12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startup 点开来看一下 啊 这个也勾起来 啊 这个也勾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 它是12周的 所以弄了半天没有贴进来啦 贴错位置 所以一直run 那刚刚总会没有看到 这还没有放对位置 对不起 因为放到这里来了 复制一下 要四个 因为没有放在上面了 所以第17周的 还是没有放 贴了半天没贴到 贴进来 第17周要用四个 1234 这是四个 fire 选导 对不起不要念想 选导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回来 第17周这里 没有 没有连到 所以12 这三个 向上键 向上键 这样可以 这样子我就有 固定的IP 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机 可以沿上学校的 那个Wi-Fi 用我的Safari 开起来 打入我的HTTPS HTTPS的话 那我们的 那个AR的也可以用 所以HTTPS 冒号写写写写写 五千零一 那我这样就连上去 连上去的话 显示详细资讯 一定要强迫去 虽然危险 也是要进去 那进去之后的话 那我们在 我们的首页上面 应该可以看到 手机上面应该可以看到 我的首页 应该还是有一个 我就可以拍个照 拍起来 那当然我们要看的话 应该是 这一个 在下拉式选单这里 因为手机的话 它就是 因为窄版 宽度小一 1024 那当然如果你用 横式的 你的手机如果放横式的话 就要看你的手机 那个解析度 那手机版的话 都是下拉式清单 到1024好像都还是 那个下拉式 大于1024 那我们就一样 连到我的第四页 或连到我的第五页 我去看我的 那我去看我的 去看我的1201 那1201的话 就可以确认我的 startup.cs那个档案 我有没有修改好 可以看到我的3D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超连接可以看到我的3D模型 那就表示我那个设定没有问题 那一样我们可以 可以造一张像 然后我退回去 那如果我 进我的1603 或1602 去看校灰 看或是看细灰的那个 那个AR 应该要可以用 摄影相机要可以开 那一样我可以 因为那个图片的话 我应该有放在 这个里面 所以应该可以去把我的 细灰开起来 我的手机去 检视一下 是 是 的 就是 那就是 了解 这么多 就是 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很大 那就是 那就是 的 那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把我的手机看的结果 一样把它传到我的云端硬点 然后放在我的作业上面 这样应该就测试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